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盘作收 我们看到加圈指数是小跌1.7点 那成交量2860亿 那对于今天的一个压回 我想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 我想先前也跟各位讲过了 就目前的一个行情 我们看到加圈指数 那大盘的部分在上个礼拜 出现了一个迷你型的 一个导型反转之后 到现在连续两天来 我们先来看均线的一个部分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整个均线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还没有被正式的一个回补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低点 今天的一个低点 17127 基本上距离这个缺口 当时的一个低点17224 基本上只有小破7点 换句话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并没有被空方所回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代表着这个多方的一个企图心 还非常的一个强劲 只不过 现在加圈指数即便站在五日线之上 不过上档还有什么 还有年线 因为毕竟第一天收复年线之后 接下来礼拜五礼拜一 今天还是没有能够站上年线 因为现在这个均线切不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稍后有空我们再来看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目前整个大盘 它还是呈现的一个所谓的区间震荡 因为多头的企图心 依旧非常的一个强劲 但是因为目前你不可否认的 整个盘面的变数还是非常的一个多 包含什么 包含第一个 现在大家市场上都在关注 接下来 因为上一次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外长会议 基本上基同压讲没有结论 那接着下来大家在讨论了 第四次的一个和谈 这一次有机会 让泽伦斯基跟这个普丁 同时来做一个直接的一个会面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成功率似乎会提高很多 但是现在因为有诸多的一个媒体 有人认为说 好像有机会 也有人好像是看着比较保守的态度 那坦白讲 谁知道呢 这个结果谁知道 除了普丁自盗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不去猜结果 我认为不需要 就如同先前 在还没有开打之前 当多数的人都告诉你 炮身一响黄金万两 一打下去就是利空出境 一打下去 你盘就要往上涨 我说你不用去猜那些 对不对 打下去会怎样 只有普丁知道 又或许只有拜登知道 因为他要不要参战 他要不要去挺 乌克兰他自己最清楚 所以你不用去猜结果 所以果不其然 你看一打下去 当大家市场都预期 这个黄金万两 结果黄金万两你有看到吗 炮身响了好几响了 何止一响结果黄金万连倒是没看到 死伤倒是还蛮多的 整个加均指数也从高档 噼里啪啦的掉下来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接下来核弹会不会成功 不用去猜 不用去猜 反正我们就静观其变 另外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还有一个重头戏 美国的联准会 要开FOMC的一个会议 那会议结果到底会如何 大家又在想了 以目前来看 因为整个通统压力这么大 而且俄乌之间的一个战争 还没有结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这个联准会 动作不会太大 大概怎么样 大概只会升息一码 这是目前 市场多数人所预期的 对不对 但是我只问各位 现在市场多数人预期一码 就真的一码吗 我这样说好了啦 就连鲍尔自己他都不敢肯定 因为也不是他说的算 开会有12个人 12个人要共同来投票 解决来结论 才是最后的那个结果 所以就算鲍尔想升息一码 如果其他人都要说 说要升息两码 他也不能够怎么样 所以那到底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就会一样 要不要猜 不用去猜 你就静观其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盘面会持续的震荡 毕竟上档的压力 还是十分的沉重 你说补了一个缺口 形成一个小的 一个迷你形的导型反转 可是上面怎么样 还有两个缺口 而且怎么样 还有一个 哇 一个类似头部的一个形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权指数 你要马上再去创高 我想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整个新台币是贬值来升值 它是贬值的 那贬值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让怎么样 会让外资 他有不得不卖 不得不卖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 台股 以新台币计价 对不对 那你想 台币如果说呈现一个贬值 那你想 我持有新台币计价的一个部位 姑且不讲这个股票的涨获跌了 你今天新台币外 你看 前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前 我记得新台币的一个汇率 还在27.8吧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 几乎了已经接近28块半了 从27.8到今天28块半 短短多久的时间 已经快 七脚快一块了 那这样幅度 你看你自己算一下有多少 那你想 就外资的历程 姑且不讲这个股价的一个涨跌 我持有台币计价的一个部位 就等同是持有台币一样 台币的资产 你台币扁3% 是不是 姑且不讲涨跌 我光是持有台币 我就怎么样 我就赔了3%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势必怎么样 要有降低部位的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多头 他所面临的挑战 我想还非常的一个多 所以你也不要预期 整个盘面 他怎么样 他会有一个很快速的 往上弹升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时机 还不成熟 但是我先强调 我认为 整个长线长波段的趋势 他依旧是多头 这个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了 既然多头趋势不变 但是怎么样 上涨的压力沉重 目前变数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盘面的波动也会很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操作上面 你不用太过于躁劲 不用太过于躁劲 什么就不要太过于躁劲 就是现在整个盘面 还是受制于整个消息面 今天有什么消息出来 可能就是掌 或者什么消息出来就跌 完全看消息的一个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消息面 你没有办法事先能够掌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不要怎么样 你就不用看到涨 我还是强调 你不要看到涨 今天有什么利多 你就去追 看到什么利空 你就砍 你看你上个礼拜看到利空 去砍在礼拜二的 你到今天你看你的心 你堆到现在心 对不对 胸口黑千块你还没好 但是你说那今天 有一些股票在涨的 像今天也有很多投资者在问 航空双海运三雄 海运三雄 对不对 阳鸣啦 长荣啦 万海啦 哇 今天都表现不错 对不对 尤其你看 都还创了短线的一个心肌 以收盘来看 对不对 前坡的一个盘中的高点是没过 可是如果说以收盘的角度 你看这一天 这是长荣 那一天三月四号高点来到171 可是收盘的时候在159 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已经164.5 已经过了当时三月四号的一个 收盘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从收盘的角度来看 长荣是创新高的 对不对 另外 阳鸣表现也不错 对不对 今天也涨了半根停板 那另外 万海 对不对 以收盘的角度 也是创了一个礼拜以来的新高 那这些股票今天这么强 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在这里 那如果未来的趋势在这里 那这是不是是一个合好 一个适合的一个买进点 那我想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今天盘面强势的股票 它代表的是什么 刚刚你讲对了 它代表是未来的趋势 没有错 它代表是未来的趋势 它今天强 但是它代表未来的趋势 这代表今天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 那就未必了 那就未必了 我这样说好了 还记不记得 当时的航空双雄 当时每天往上涨 每天往上涨 对不对 短短不到一个月 甚至于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时间 一涨涨了多少 涨了30%40% 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对不对 未来包含解封 包含国门一开放 大家抢着要出国旅游 这些绝对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就跟我去年 率先市场带着各位迁入的车用 当时也是着眼于欧美的一个解封 我说过 只要一解封 大家怎么样 大家都想出去 所以怎么样 出门嘛 所以对于行的需求就会特别大 所以当时我们锁定的车用 那整个状况 我想不用我再多解释了 大家应该有参与的应该都了解 对不对 很多股票一涨涨就一倍两倍 好 这对未来的趋势不用多讲 这绝对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说过 趋势 今天强势的股票代表未来的趋势 可是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好的买点 因为当大家全市场都往这边钻的时候 人多的地方筹码就会乱 筹码会乱 短线就容易被出货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当时多少人在这边拍手叫好 不管华航也好 不管长荣也好 35块 34块 拼命矛起来追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你当时长荣行去追在34 35的 你看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还在二字头 你还没有赚到 你就先赔一裤子 对不对 你说他不好的股票吗 好股票 趋势不对吗 趋势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买点不对 所以为什么你看当时 同样的一档股票 我们要在2月22号 2月22号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我在这里怎么样 卖一半 2月24号 俄乌即将开打 有没有 我把剩下的一半 也给卖掉 什么时候 2月24 2月24在哪里 在这里 在白紫黑字 会员都欢迎对时对价 我们有没有把长荣行 在2月22号 2月24号连续两天 全数获利出清 而那个时候也是全市场追价 追的最厉害的时候 当然我说过 我不是故意要出货给市场上的人 而是我的成本在这里 我短短的时间 我是买在2月8号 我短短不到两个月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涨了30% 40% 我请问来到这里 大家都来追筹码乱 你看当时动辄60万张 70万张的周转率 这么大的成交量 你说筹码不会乱吗 我已经大获权限的情况下 我有什么理由 而且当时俄乌开打 我说过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谁知道 普丁也不见得知道 难道他会预想说 一打打了18天19天还没结束 他本来想说一个礼拜 那三天再就把他缺起来 他怎么说打到现在还没结束 他可能自己也出乎意料 对不对 那这种结果你就不用去猜 我已经大获权 现在情况下 我全数出掉就对了 那你看 我当时出掉一堆人去追 那你看现在股价在这里 你追在这里 你哪一个有赚到钱你告诉我 没有赚到钱就算了 有些你看很多人还挺蠢 在上个礼拜二当杀下来的时候 因为破于融资追缴的压力 又破于怎么样 里程门在这儿你要做停损 那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趋势也对 可是你时机不对 你是不是命运就大大的不同 你还没有赚到之前你就先赔了 记忆体也是一样 对不对 来 封关前就带着各位掌握 有没有 封关11天送给大家 对不对 那你看 后来开荒盘之后一路找 在这边没有人在讲 这个记忆体没有人在讲 后来涨上来的 有没有一堆人带你追 你自己说 一涨 大家就开始讲他的利多了 第二季要涨价 又怎么样怎么样 一大堆利多又出来 那你看 当大家都来追 你看这成交量 你看这成交量 有没有 这种成交量 你认为筹码会不会乱 那如果说我买在这个位置 不管买在这里买在这里买在这里 甚至买在这里的 我的成本这么低 已经涨到这么高 那牌面上有一些变数 我要不要卖 我当然卖 对不对 我也没有卖 来 白紫黑字 2月22号 战争可能开打 我们进行避险 2408南亚科 获利出清一半 24号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跟长荣行一样 剩下的一半 一样接着下来 全数出清 留着现金 进可供退可守 当时卖掉 现在在这里 我是不是随时可以捡回来 但是我没有叫你明天马上去买 我也没说我明天马上要买 我说过现阶段 操作不用太照进 盘面变数还这么多 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你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 我宁可都不动 更何况你看 我在高档出掉的股票值 手中只留有一档股票 而这档股票 即便短限这几天 它也在整理 为什么 从低点到高点 已经涨了37%了 整理一下 难道很奇怪吗 对不对 可是我说过只要 它本身该有的价值 还没有浮现 它只要拉回 它只要拉回 有适当的买点 那都是机会 那为什么像这样的股票 我认为 在现在这样的盘面 它是机会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先生 我想刚刚我们再一次的 跟大家做一个叮咛跟提醒 我们说过今天强势的股票 它所代表 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在 好股票趋势对 当然未来的空间 当然是可以期待 可以想象的 但是未来的空间 可以期待可以想象 难道现在 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买进点吗 那也未必 那也未必 我们就说了 你看先前 当大家在追逐 长荣行的时候 像今天 大家在追逐 这些所谓的货运酸雄的时候 你说这是对的股票 都是对的股票 可是你想想前面的长荣行 追在35 34 35那个位置 趋势难道不对吗 对呀 可是你追在那个位置 到现在你还没解痛 而且距离你的成本 还有相当的距离 至少还有30% 很多人甚至上个礼拜 都停损掉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停损掉了 后面再涨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在追 一些所谓的一个货贵酸雄 我认为都是好股票 未来趋势我也认同 那今天为什么涨 当然主要是反映什么 主要是反映接下来 它要配发的一些股息 它的一个现金的一个配息率 那在这种情况 这是利多 当然是利多 因为在今年 盘面有一些变数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又是一个升息确立的 像我们国内的一个央行 也讲说 这上半年是一定要升息 就跟联准会 他铁定升息 只是升息一码两码 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已 他升息是一定要走的 既然要升息 整个殖利率 相对高的这些标定 必然会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所以现在反映的是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货贵酸雄 都非常的一个强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 今天看似残面很强势的股票 它有没有一些隐含的 隐藏的一些利空存在 你认为有没有 长荣行 当时为什么我要先出一趟 照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为什么要出 除了说盘面的一些战争 一些升息的不确定因素以外 他有没有利空 他有利空 利多是什么 利多是未来解封 大家对于出国的需求 对于货运的需求 对于空运的需求 人 货 对不对 都需要用到飞机 所以它有它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可是你要想 到现在油价涨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飞机要不要用油 飞机 你认为飞机很省油吗 那如果油价涨成这个样子 你认为航空业 它的营运成本会不会增加 对不对 你认为它的营运成本会不会增加 那如果会 那请问 这是不是利空 只是当时大家视而不见 你只想到说 未来解封就是利多 其实它是先反应利多之后 还是回过头要反应利空 所以当它反应利多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追的一个点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们要全数获利出清 因为后面有一个利空在 你必须要能够避开 等到那个利空反应完之后 你再来回来减都来得及 同样的 今天很多人在问 货运酸雄能不能买 我说这是好股票 趋势也对 现在反应的这些 所谓的殖利率的利多 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问各位 飞机要用油 船要不要用油 船难道走太阳能油 未来或许可能 但是现在据我所知道 船都还是吃油的 如果现在油长成这个样子 你认为这些货运酸雄 它接下来的营运 会不会受到一些挤压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利空 它会不会反应出来 如果会 那你今天你认为 它是不是适合的买点 这个答案我留给你自己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要买什么 因为你想高的一个股票 纵使它是好的股票 你的位阶高 对不对 你的股票已经高了 是不是代表它也压缩到 你未来的获利空间 如果位阶高压缩到 你的获利空间以外 这些你已经创新高的股票 刚刚我们讲到 收盘来讲 长荣行今天创新高 如果说今天盘面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些创新高的股票你认为 会不会让人家第一个想说先卖它也 我有探紧为了行造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强势股 我说你不要看强去追 以现阶段的盘面 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一个盘势 因为盘势的结构不同 你的策略应该要不同 而不是什么一朝半逝闯江湖 不管什么盘 你都是用同样的一个策略 这样你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同的策略用不同的 不同的盘面用不同的策略去应对 现在不适合去追高 我说你只要去看到墙去追的 你一定被修理 所以这个时候相对的 你应该怎么样 去想一些低位结的 股价被低估的 然后趁着盘势不稳的时候 做一个业 逢低来成就好比 我说过了 现在我手边101档 就这唯一一档股票 在我高档全数 把长荣行南亚科全顾卖掉之后 我唯一就剩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是逢低买 你看当时逢低买 逢低买 有没有 都是逢低买 对不对 都是逢低买 所以当他一发动 即便大盘怎么震 大盘怎么跌 他反而另是涨了37% 我讲这个过程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经历 共同见证的 你打电话来登记 你也赚到了 有没有 那涨了37% 短线上稍微震一下 整理一下 喝杯水 喘口气 绝对合情合理 但是只要他未来 他该有的价值 又或者他开反应的题材 还没有被反应过 那我认为后续 还会再往上创工 所以趁着他拉回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吗 他有什么题材 我也跟各位讲过 他跟国外的 A开头的那个大厂 跟国内的 现在一个什么大联盟 M开头那个大联盟 很热门的 他也跟他合作 那你想 国内外的大厂都跟他合作 今年的业绩也没有大转机 那大转机有什么好处 大转机上档空间才会大 那如果他又是低位阶 还没有反应他该有的一些题材跟价值 那是不是资金 就会往这边来做移动 这也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大盘跌成这个样子 他能够逆市涨的原因吗 那现在在整理 我认为 现在在整理反而怎么样 反而是布局第二波涨是最好的机会 就如同当时第一波还没有启动之前 我们带着各位买的低买的倒买的多 是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第二波还没有开始喷出 逢拉回都是机会 如果你也想把握这样一个机会 我说过我也不藏私 你打电话进来 也不用打电话了 现在大家打电话都麻烦 对不对 你直接 加入我们股市卧宾和官方账号 LINE的话 RBH888 记得前面加小老鼠 你没有加小老鼠 会加到诈骗集团去 因为诈骗集团用的是RBH888 前面没有小老鼠 你点进去 头像也是以我的 人民也是我的 但是唯独 他的讯息不是我的 所以记得前面加小老鼠 或者Teregram RBH168 加入之后 然后怎么样 在对话视窗打加1 那我们唯一锁定的这档股票 第二波最合适的买点 你就能够跟我们同步的来掌握 明天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